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华为在美国制裁背景下的i晶片进展 华为最近开始在中国测试企业 Sun910系处理器 这一动作不仅引起了潜在客户的注意 也显示出中国企业正在急切寻找高端 Enferia晶片的替代品 随着Enferia因制裁受到重大影响 华为的努力无疑是推动中国半导体 自己自足的重要一步 华为的三晶片被认为能够与Enferia的热门产品相媲美 并以广泛应用于训练多个大型语言模型 尽管华为对其进展保持谨慎 但其轮值主席徐直军名言美国的限制短期内不会解除 这反而为华为提供了机会来强化其云服务业务 市场对于华为产品捆绑销售的反应却不一 这是否会成为华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中国企业的求变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Enferia的持续调整与限制 无疑让中国的云服务提供商免离新的挑战 接下来华为的这项新技术将如何影响市场合局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激烈竞争中 中国企业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 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Technologies 的最新动作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撒火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华为已经开始在中国测试一款新的人工智慧 Ri晶片 这一举措可能会在美国制裁的背景下 成为中国在半导体自己自足推动中的 又一重要突破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华为已向大型中国伺服器公司提供了 Chia Sen 910C出一级的样品 以进行硬体测试和配置 这款晶片是910B的升级版 主要针对大型中国互联网公司 这些公司图示也是Infilia的主要客户之一 华为的SEN 910B晶片 被认为与Infilia的热门100晶片相当 已成为多个行业的首选替代品 尽管华为对其晶片进展保持谨慎 但显然华为正在为国内的i产业建立一个支持系统 华为的轮值主席徐志军在一周前表示 华为在过去五年中建立了两个计算业务 以创造另一个能够满足企业 按i基础设施需求的选择 他指出 美国对中国i晶片的限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接触 然而这一限制也为华为通过其云服务业务提供计算资源创造了机会 根据一位与伺服器公司合作的消息人士透露 华为经常将其解决方案捆绑销售 如果我们购买华为的i晶片 那么我们还必须购买华为的其他产品 比如网络解决方案和存储解决方案 这让一些人感到犹豫 这位人士说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华为的i晶片仍然是910B利益方面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Enferia在2023年1月结束的财政年度中 中国是其第三大市场 这也使得Enferia成为面对美国日益严格的 对中国高端半导体限制的最受影响的科技公司之一 2022年8月 Enferia首次被禁止向中国客户销售起 Yakua H100晶片 这两款晶片是训练和运行了i模型的最需求产品 随后Enferia对这些晶片进行了修改 推出了Habiaqua H100晶片大P100 已绕过这些限制 但美国在去年10月又禁止这些晶片的出口 这场猫鼠游戏持续进行 并受到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谴责 Enferia随后开发了H2020和L2晶片 以维持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最初H20的需求频频 但近几个月销售逐渐回暖 对于大型中国云服务提供商来说 使用符合美国规则的晶片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获得 Enferia的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 预计Enferia今年将在中国交付超过100万个H20晶片 创造120亿美元的销售额 然而华为的努力无疑是这一趋势中的重要一环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华为的三解决方案 已用于训练中国70多个大型语言模型中的一半 这显示出华为在国内I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华为正在积极努力填补 Enferia因美国净利而留下的市场空白 并试图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树立自己的旗帜 华为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还包括市场策略的调整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一位在深圳与华为合作的电信来源透露 华为经常将其解决方案捆绑销售 这意味着如果伺服器公司决定购买华为的I晶片 他们还必须购买华为的其他产品 比如网络解决方案和存储解决方案 这种捆绑销售策略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让潜在客户感到犹豫 然而华为似乎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策略 华为的轮值主级徐志军表示 华为的目标是创造另一个能够满足企业 I基础设施需求的选择选择 这表明华为的目标不仅仅是 提供单一的I晶片 而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以支持中国的I技术发展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提到户上 使用它 华为在过去五年中建设的两个计算业务 已经开始见到成像 这些业务不仅降低了对外部供应上的依赖 还提高了华为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随着美国对中国I晶片的限制持续存在 华为的这一战略 可能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华为并不是唯一一家在面对美国制裁时 寻求自力更生的中国科技公司 其他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寻找替代方案 以确保其业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地位 正在逐渐增强 增上所述 华为的最新举措显示出中国在半导体自己自足推进中的坚定决心 随着I技术的快速发展 华为的3910C处理器有望成为填补 严补安菲利市场空白的重要选择 华为的努力也为中国科技产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支持 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全球科技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正在不断增强 这是一场技术与市场策略的双重挑战 华为正在积极应对 而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华为的故事无疑将继续吸引人们的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华为的AI晶片Ascent910C的问世 无疑是中国科技界的一大亮点 由于美国的制裁 华为在自主研发AI晶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华为的技术实力 更是中国在半导体自己自足道路上的里程碑 要知道 美国的制裁就像是当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禁令一样 试图扼杀中国的技术发展 但华为凭借自身实力 成功打破了这一封锁 根据华为的数据 切身解决方案已经用于训练中国70多个大型语言模型中的一半 这无疑证明了华为AI晶片的卓越性能 楚天书 你这魔说就太自嗨了 虽然华为的3910C晶片看起来很厉害 但别忘了 这只是华为自己说的数据 现实情况是 华为还在拿样品给大型中国伺服器公司测试 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 更何况 华为的晶片与NVIDIA相比 还有很多不足 我们来看看数据 NVIDIA在2023年预计向中国交付超过100万个H20晶片 创造120亿美元的销售额 这可是实打实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华为现在的市场占有率和NVIDIA相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谢琪琪 你这话就有点过分了 华为在半导体领域的努力和进步应该得到肯定 美国的技术封锁反而激发了华为的创新潜力 就像当年秦始皇面对六国围攻 结果反而统一了中国 更何况 华为的AI晶片已经被大量应用于中国的AI产业 这说明它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市场的初步认可 再说NVIDIA的晶片虽然厉害 但随着华为的持续研发 未来完全有可能在性能上超越NVIDIA 楚天书你可真会吹牛 你说华为可以超越NVIDIA 这就像说大象能跳芭蕾一样 现实是华为目前的AI晶片还在试验阶段 而NVIDIA已经是全球AI晶片市场的领导者 此外 NVIDIA的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 也是华为难以匹敌的 你说华为的晶片得到了市场的初步认可 但更真实的情况是 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制裁的压力下 才被迫选择华为的产品 这就像是被逼上梁山的梁山好汉 能打是能打 但能不能打赢可就不一定了 谢琪琪 我看你对华为的成见可不小 华为的AI晶片确实还有改进的空间 但不要忘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华为能在短短几年内走到今天这一步 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再说 美国对中国AI晶片的限制 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解除 这反而给了华为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完善 和提升自己的技术 就像当年诸葛亮七次捉放梦祸 最终还是把他给收服了 华为未来的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楚天说 你这可真是盲目乐观 华为未来能不能像诸葛亮那样 七情梦祸 还得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你说的没错 美国的制裁的确给了华为一个发展的机会 但这也同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华为如果不能在技术上有时局性的突破 那么它的AI晶片只能是市场上的一种过渡产品 永远无法真正撼动NVIDIA的地位 要知道市场是不会因为你是国产就给你特别待遇的 就像当年的清朝大臣们玩宫廷内斗 最终还是被八国联军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华为还是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才能真正立足于市场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对 网友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